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子录碰到城门口有两个农夫 在偶尔耕 然后就问他 你看到夫子没有 然后那两个人说 尸体不勤勿 无不分俗为夫子 是吧 讲的那句话 他凡孔子的这些 有关孔子的司机中提到的耕作 全都是 全都是美式农业 全都是那个藕耕 是吧 没有提到这个一个农夫拉着一头牛 然后这个子录问什么什么 没有这个说法的 是吧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啊 这个牛耕 哪怕就是在春秋那个时代有一点萌芽 是吧 但是大量的有还是在汉以后 是吧 甚至一直到汉 这个牛耕 一直到秦 牛耕都不是很普遍 是吧 但是到了汉 当然这个牛耕就开始普遍出来 是吧 那么铁器牛耕就使得个体性 是吧 开始发展 是吧 这个族群时代就有了解体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这个认同又不能保持呢 很重要的就是政治因素 是吧 春秋战国时代是延续四百多年的一个战乱时代 这场战乱时代 是吧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的简单点就是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过程 是吧 那么最终 是吧 有所谓的八北诸侯变成了春秋时代的几十个诸侯国 又变成了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 是吧 最后这个七雄通过兼并 是吧 被那个秦建立了一个大一统 整个这个过程 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打仗 是吧 因此啊 这个时代 这个那个台湾的杜正胜先生说 这个时代啊 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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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啊 由于日本和中国打了一场战争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在晚清时代这个这个曾经是一个宝义词 是吧 呃 那么所谓军国主义就是这个国家要 用尽可能的集中控制 集中人力物力来去与别国一争吃雄 是吧 嗯 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战争经常是非常之规模很大 是吧 动不动就是啊 这个几万几十万 那个时候的国家很小 是吧 当然要啊 集中人力物力 是吧 允许那种 是吧 鲁王从军战 山战三北 众尼以为孝的这种这种制度 呃 能够存在 是吧 因此啊 呃 这个时候啊 这些国家的这个啊 这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呃 用当时的话来讲叫做高岸为谷 身谷为林 是吧 礼崩乐坏 是吧 国灭是绝 是吧 所以所以所以孔子才要提出要新灭国纪绝世 是吧 就是天下无道 礼乐真伐至诸侯出 是吧 更严重的是啊 这个礼乐诸侯至清大夫出 陪臣之国命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周治的这一套乱了 是吧 这个这个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是吧 呃 清清大夫不把诸侯放在眼里 是 又不把清大夫放在眼里 是吧 那么大家已经不管这些宗族的啊 高低了 大家只佩服什么呢 只佩服有枪便是草头王 是吧 只佩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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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 是吧 只佩服这个呃 强权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 就出现了国家主义与伪个人主义联手 解构了西周时代的这种家族主义 是吧 这种小共同体认同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一方面在小共同体内部产生离心倾向 另一方面 国家也鼓励这种离心倾向 是吧 因为这便于国家能够一杆子插到底的 直接啊 呃 对这个呃 大范围的人力物力进行控制 是吧 周天子不能做得到的 做不到的事 是吧 秦始皇要能够做到 是吧 那么 呃 他就需要打破 呃 这个东西 那么因此就出现了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家天下 这种制度 啊 后世的儒家啊 他 大家知道儒家的理想是反对家天下的 这个我要讲 这是这是晚清共和思想能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是吧 因为当时晚清的很多人呢 一讲共和就说这是呃 这是和儒家的理想有关 因为儒家呃 就是反对传子的 是吧 儒家就是主张禅让的 是吧 说那个呃 呃 禅让就是传贤 是吧 呃 传子是很不道德的 是吧 因此他们说呃 他们赞成共和 尤其是中国没有君主立宪这个环节 直接就建立了共和国 这一点呢 很多人都说和这个观念是有有关的 是吧 因为这些人呢 要么在法家的强制下 他们接受了家天下 包括儒家当时也承认呃 呃 要有皇帝 但是一旦这个东西被打破啊 呃 很多人直接就从儒家本 那个 那个本来的那种观念啊 啊 就想到 是吧 这个国家呃 不应该是那个 那个 呃 不应该是那个 那个 呃 是是是是皇帝 皇家继承的 是吧 是吧 应该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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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的 是吧 是吧 可是 实际上早期儒家的这个传玄或者缠绕 是吧 实际上他当然和近代的共和制度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吧 其实啊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 原始政治 其实都带有家长式的或者亲族式的这种特点 是吧 这一点可能也是呃 古往今来可能都是这样的 是吧 尽管明确的传子规则形成的比较晚 是吧 像尹商大部分的王位继承都是兄中弟级的 是吧 呃 父子乡成的其实比较晚 那么周秦时代才比较严格的啊 实行传子的制度 但是传弦缠绕这个说法 在先秦时代 呃 尤其是在这个呃 呃 上古三代 是吧 在那个夏商西州这三代 也很少见 是吧 在那个时代的典籍中 并没有传弦缠绕的说法 是吧 呃 呃 呃 这就是以后 那个古史变学派呃 呃 讲的一番话了 是吧 叫做什么呃 呃 成蕊帝造成的那个古史说 啊 说这些故事啊 都是以前才有 以后才有的 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会产生呢 是吧 在我看来 很可能他是先秦的古典儒家不满于当时的礼崩乐坏的现实 而把远古政治理想化的结果 是吧 虽然古史变派的这套说法 我们不见得完全接受 但是以后的说法附会了很多想象和借题发挥的成分 应该说这还是成立的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所谓的传弦 它并不是民主选举 是吧 呃 即使按照后来的说法也没有说 比如说 遥传天下于圣 圣传天下于雨 是通过民主选举的 还有竞选 那当然都没有的 是吧 老实说这样的 这样的缠让倒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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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把这个权力传给我靠得住的接班人 是吧 当然不是不是我的儿子 是吧 但也不是民选的 倒有点像我们现在这种 呃 这种做法 是吧 它当然不是民主政治 啊 但是它也不是强权政治 是吧 因为当时小共同体本位时代啊 它还是有这个所谓的夫妇侄子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 这个共同体越小它的权责就越容易对应 是吧 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族群中啊 传权还是传子 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是吧 在我刚才讲的帅其中是极其分足 将其内丑的 这样一种亲缘熟人群体中 即使你不传子 也不会传给一个小共同体之外的 完全无关的人 是吧 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一个族群嘛 是吧 而且我后面就要提到这个西州时代的国人 基本上是一个亲族团体 是吧 那么他不传子 他也无非就是传给亲族 子 弟等等 不可能传给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族外人士 是吧 反过来讲 即使是传子的 那么在当时不是天高皇帝远 而是族长自足的这种小圈子里头 他也必然有温情默默的伦理色彩 是吧 不可能像后来的那个皇上一样 是吧 就是完全不认识丞相 是吧 就是那种天高皇帝远 明少相公多的那样一种那样一种状态 是吧 因此可以说啊 这个所谓传贤的概念 实际上是对传子的一种抨击 它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在周情之变的这个过渡阶段啊 那个怀念周治 敌视情治的那样一种价值观 是吧 在早期的这个族群社会里头啊 是吧 这两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也就是说传贤 你不传子 你也是传给这个血缘共同体内部的人 是吧 很少传给一个我们今天讲的外姓人 是吧 就是完全是和我们这个团体无关的人 是吧 那么传子 是吧 你也要闲的 是吧 就是你也要因为是这么个熟人社会 很少也有那种完全可以不顾亲情的那种那种做法 是吧 因此 实际上这种观念就是在出现了家天下啊 那么这个家天下还不 它的含义并不在于传子 是吧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家天下的含义并不在于传子 而在于 它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统治陌生人社会 是吧 来统治一个非常庞大的 是吧 人们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这样一个团体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在当时就被认为不合伦理 是吧 因此啊 就制造了一种 这个所谓缠让制与家天下的矛盾 是吧 是吧 实际上就是 我认为这实际上背后还是那个小共同体本位和和陌生人构成的一个大共同体 是吧 之间的这种矛盾 是吧 那么家天下这种概念只有在突破了小共同体本位以后的陌生人社会 才会有意义 当然主要是那些不满者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是吧 在战国时期使用这个概念的有儒家也有墨家 是吧 他们都认为家天下很糟糕 是吧 很糟糕 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 我刚才已经讲过 是吧 就是实际上啊 无论中西 他最早的政治啊 都不是原始民主 这里我要讲 以前我们的那个 这个 这个 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史官啊 他往往说 专制是和私有制有关的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恩格斯的一本书就叫做 家庭私有制于国家的起源 他往往强调这个专制是和私有制有关的 是吧 而在原始社会因为是没有私有制的 所以也就没有专制 是吧 说那个实在是原始民主 但是我在另外一些场合我就曾经提到过 这个观念其实产生的很晚 即使是马克斯恩格斯早年他也没有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是摩尔根以后曾经有一度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些人类学家 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观念 后来这个观念被恩格斯所接受 是吧 但是实际上就连马克斯本人在接触摩尔根以前也没有这种观念的 是吧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个 对权力的服从 是吧 就是在那个群体中存在着等级秩序 这可以说在动物世界就有 是吧 人类的出名社会也不然 也是这样 是吧 就是人们一般都认为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社会都是 就是有个大家长 然后我们都听他的 是吧 这个和私有制不私有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连那个兽群中都还有什么 什么蚁王啊 蚁后啊 什么公蚁兵蚁之类的东西 是吧 那个那个羊群里头也有投羊嘛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大概 这个投羊好像也不是羊群民主选举出来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很多人 现在一般都有这种认为 是吧 很多人都认为中西最早的政治都不是原始民主 而是家长式的亲族政治 也就是所谓的王道或者王政 是吧 这个王道肯定不是民主 但是王道不是霸道 原因就是因为他蒙着一种伦理色彩 是吧 他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基础上产生的 是吧 他具有父父子子这样的一种亲情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后来后来的儒家认为秦始皇那样就不行 那叫做霸道 是吧 那么他们理想的那个像那个三代的那一套东西叫做王道 王道我们现在的一些古史家也用这个词来讲那个希腊罗马的早期 就是所谓的王政时代 是吧 用希腊语就是那个巴西六世 用罗马 拉丁语就是那个Rex 是吧 俄克斯 是吧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 就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就是和西周一样的 所以现在也有人讲 说那个古典时代以前 希腊罗马也是封建社会 甚至有人说 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有人说 这个西方人已经荒谬到 堕落到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对的 凡是次序颠倒了 他们就认为那是大逆不道的 是吧 然后有一位先生就写文章说 现在西方的古史家已经堕落到认为封建社会在奴隶社会之前的地步了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很多那个西方人认为 这个巴西六世和拉克斯这个时代就是菲德里人 是吧 其实菲德里人不是在这个古典时代之后 而是在古典时代之前 是吧 其实这个 这种王政啊 是吧 实际上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那么由缠绕而加添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 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社会 演变为一种陌生人社会以后的选择 因为这个王道政治的特点是长者政治 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了 是吧 也就是说统治者就像我爹 是吧 他和我没有平等的 但是他也不会是个暴君 是吧 因为这个完全不替我着想的爹还是比较少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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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我爹他是个长者政治 但是长者政治一旦维持不下去 他会有两种可能 是吧 一种可能就是既然没有爹了 那么我们就民主选举出一个代表我们的人 是吧 就像雅典了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 是吧 不管爹不爹 反正是谁厉害 我就我就怕谁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这样一种状态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啊 是吧 一种是从王道变霸道 一种是从王政到共和 啊 一种是从王道变霸道 那这种状态啊 我们已经是从王主变霸道